各位同学们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课堂 我们课程的名字是 生活中的自制乐器与演奏 这里面这个课程内容是包括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我们要用生活中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吸管啊 杯子啊 碗啊 或者是弹子啊 或者是一些补壳啊 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乐器 包括身体我们也可以玩乐器 就是用它来当乐器来演奏音乐 再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演奏 如何用我们自己制作的乐器来演奏音乐 这是两个主要的内容 我们如果完成这门课程呢 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素养 那是什么样素养呢 就是用我们的耳朵聆听万物之声 因为天地万物都有它不同的韵律 不同的音色 比如说我们呼吸的声音 如果打汗的声音 它有它的独特的韵律 还有呢 像我们这种弹弹弯弯的 它会有它不同的特质 这是三个不同的薄 水晶薄 它的质感就不一样 它每一个大小不同 它会有不同的频率 还有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杯子 这个是常见的杯子 当然是亚克利的 用玻璃杯也一样 我们如果敲击它的话 它会有不同的质感 我们就会分辨 我这个用手来盖住它的杯口以后 它产生的共鸣的 枪体的大小会不一样 它会有变化 这是一个小杯子 那么大杯子呢 大杯子会有不同的质感用 我现在敲的是这个杯子的底部 我如果敲杯口呢 会有另外的音色出来 我敲杯口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么我换一个更大的弹子 那么敲出来的声音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听一下啊 那么呢 这个不同的器物 它不同的材质 还有不同的空间大小 它会有不同的音色出来 当然这旁边还有葫芦 还有很多的东西 还包括一些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物件 比如小铃铛 这铃铛多了 串起来的 我们会想到 这是不是萤火虫的 来了 萤火虫来了 小猩猩 像一些比较浪漫的 一些音色 就需要的 它一些场景配乐 它就可以来了 它可以很欢腾的 甚至可以欢腾 它可以宰歌宰舞 它马上就会热烈欢腾起来 就是说它不同的器物 它被运用起来 它会有不同的质感会出来 其实啊 这些根本就不是乐器来的 这就是娱乐用的玩具 还有一些 像比如说 这个 我们用针管做出来的乐器 这是我们用针管 这是我们把注射器改编的 就是把它头子剪下来 做了一个小乐器 像这种音色是明亮的 对吧 也是婉转的 当我们用注射器 改装成一个小乐器之后 那我们可以关联出 另外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牙克力管 我用一个筷子绑上了棉花 用橡皮筋绑上棉花之后 它出来的声音又不一样 音色又变了 但是呢 这两个小 这一个小家伙 一个大家伙 他们的原理 他们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不同的大小会有不同的音色出来 对吧 还有呢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坛子 这根本不是乐器来 我们和那个也很相似 它会出很低沉的声音出来 我们会发现它特别有质感 如果在一些比较专业的音乐里面配乐的话 它也是很好的一个材料 像有一些大小的 不同大小的东西 像这个小小的 这个竹子做的乐器 我也是把它的特质分析清楚之后 它的厚薄 它的腔体结构 那么也就做出一个很漂亮的乐器 就做出一个竹须奶 这个是我自己打的洞 还有很多很多的天地万物 像比如说气度的声音 像搓手的声音 我们拍巴掌的声音 还有 啪啪啪 还有更响一点的 像这个就是我在把身体里面的 我就知道我身体 我能够拍出什么样的 用我的巴掌拍出什么样的音色来 那进行组合 那我可以打出很丰富的音色来 还可以吹口声 咪 咪 咪 发 说 拉 说 哎呀我吸鼻子的声音 都可以当伴奏的音乐了 这个也是有音色的 但我没有真正的鼻涕出来 这是模仿一出一种音色 所以说呢 这个天地万物 我们都是可以用来做乐器了 像比如说树叶 还有我们的凳子 桌子 椅子都可以的 其实我跟同学们讲这么多例子 就是让同学们有一个概念 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东西 包括我们走路 包括我们坐在凳子上 我们在我们的书桌 我们的笔 我们的文具 我们的纸张 都是可以用来做乐器的 有这个概念的话呢 我们就会 就会敏锐 很多对这个自然 对生活 很多东西会更敏锐 那么学习音乐呢 我们也会具备一个最好的数字 就是学会聆听 天地万物的声音 这节课就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能好好思考一下 或者是回翻一下 我前面所演示的一些小乐器 或者一些物件 谢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